什么 你们不会还傻傻地以为 蛋仔岛中只有兔子云和精灵云吧 伙伴们 错 其实蛋仔岛中还隐藏着第三种云彩啊 大家都发现了 在白天 蛋仔岛的云彩会聚成一个可爱的小精灵 可是到了晚上截然相反 所有的云彩会聚成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兔子 好像在监视着我 有人说 蛋仔派对只有精灵云和兔子云的存在 伙伴们 错 错 其实蛋仔岛中还隐藏着第三种云彩啊 小伙伴们 我想问问你们见过几种云彩啊 如果你见过第三种云彩 那么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发出来让大家看看 谁见过第三种云彩啊 伙伴们 不是兔子云 也不是精灵云的第三种云彩的样子 我带大家看看你啊 伙伴们 今天我收到了一个爆料 你们看 一个伙伴给我发了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里出现了第三种云彩 它只有眼睛和嘴巴 没有耳朵啊 也不是兔子鱼 也不是精灵云 小伙伴们啊 众所周知 蛋仔岛中有一个蓝色岛房子 我们走进去会来到蛋仔岛的分岛屿 而这个精灵云就藏在这个分岛屿里啊 所以蛋仔派对中一共有三种奇怪的云彩啊 一个是精灵 一个是兔子 还有一个是没有耳朵的云彩 Oh my god 好